我講一講我自己多少年入行 2001年入行 所以今年應該是做第17年 其實你說做CS或NPF Case我不算是最多的那個同事 但你說經驗其實都有些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我先講一下CS Groom Medical 其實Groom Medical 大家同事知不知是報計我什麼資料 如果上過我們公司的課 其實我經常跟朋友說 或者是我的客人說 其實你說你在哪裡找客人 其實每個客人都會打招呼 因為他是老闆 因為他是打招呼 其實我會見到 例如我當客人叫Mary 我說Mary你好 跟你重溫後 有時候我也會加多一句 你公司賠償的那些 Outpatient賠償得很好 通常公司是否會有團體醫療 我都說賠償得OK 譬如我說你用哪間 你知不知道 有時候他們會不記得 即是他們要Claim 就給HR 或者給他一張單 譬如他收工感冒 那樣東西 我們就看看 其實他的服務 OK 然後他說很差 我們就覺得 嗯 有得談了 譬如他說挺好的 如果他好 以及他是普通員工 其實他很難去做一個決定 但是我就會問他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跟到你公司做呢 我都照樣說 或者你HR 你朋友不朋友 譬如他說 都OK的 有兩句的 會一起吃飯的 我說你介不介意幫我 下次問問他 可不可以今年報價 給我們AI試試呢 其實真的是這樣開口 其實是講私人單 但我臨走之前就問問他 如果他覺得那間公司是不好的 就大機會一點的 因為他們才有衝動去轉 就等於我都說 你拍拖都很開心 你不會無得分離 但是如果你說 有些位置 有爭執 那樣東西 有個敬敵出來 真的有機會會轉 但我覺得其實HR 如果你說大公司來講 他compliance的關係 他每一年都要拿報價 不理他用得是否開心 我不理他是不是繼續用 永明也好 但其實他也要拿其他報價 我覺得三歲是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去報價 我就是這樣開口 另外譬如有些朋友聚會 你說我會不會說 你買不買單 當然我們想做personal單 同事是不是在座 不如叫他買BV做錢 但你很難一開始 就跟他銷售單 很多時候我都說 喂 現在呢 我這陣子做事怎樣 我就會分享我自己的 那我就說 我也做過很多強資金 和公司的團體醫療 就會這樣來開的話題 一些舊的朋友 或者你不是很熟的朋友 你又不好意思跟他開口 講personal 那你就問他 你公司的福利好不好 賠錢大概十日 或多少日 你會拿回錢 拿回你的戶口 各種東西 你強積金 有沒有人來招呼過 你們說一下market update 就是這樣來開的話題 看看朋友聚會 或者看看你自己喜歡有什麼活動 例如我自己 有一群朋友很喜歡吃飯 喝紅酒 但不是真的這麼熟 但是那些朋友 後來他都給我做了一個報價 不是他自己 不是私人 但他公司 他說 其實他跟admin也很朋友 他說 好啊 那你做個報價給我 看看怎麼樣 剛才我都說了 大家要拿什麼資料 我簡單說一下 好嗎 英文字幕ABCD 大家認識的 A是什麼呢 A大家寫下 A就是說 如果是新公司 就是他重新成立 就沒有關係 但如果是舊公司 他是不是有一個日期 他什麼時候renew 到期 叫做anniversary 那就是A 同時 那B是什麼 B不是boy 那B就是Benefit 即是等於現在他公司 在做什麼 譬如他賠錢是賠多少 他房間是多少 譬如我們賣SH 這樣 譬如你說 你是800元床位 還是1500元床位 還是怎樣 那這些就是Benefit 例如你Outpatient 換診又賠多少 要不需要給Copayment 還是賠足 這些就叫Benefit OK 那好了 C 很簡單 我們要賠償 這間公司究竟賠償 賠償成怎樣 如果Claim很漂亮 可能我們報告交出來 更漂亮 但是你說Claim不漂亮 又有機會我們也報到 就是Claim Ratio D D D 就是Details 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公司 我當他有15人公司 好嗎 如果他有7個男 8個女 是不是 人數是多少 歲數男還是女 其實我們要拿一些這些資料 其實你給AI就報價了 大家聽完是不是覺得 不是很難的 ABCD 大家記得 那譬如你說 那客人問你 那我要給你什麼 Nicole 那Nicole可能會說 ABCD 那客人一定會問你 什麼是ABCD 剛才我這樣說 是不是很快 那你說 其實有很多資料 可能你都已經知道 例如幾次到期 其實他們是否有醫療卡 正常 你知道那些人 會有醫療卡 拿去醫療卡去看 他應該會有寫生後日期 或者 expiring date 那些 或者他不知道 你叫他問你 然後你就說 你拿回你的benefit schedule 給我看一看 因為那個員工 可能他是很低的員工 是不是 他未必是最高級的 但其實他都一定有自己 那份保障額是多少 那你先看看 你都知道 原來他都不差 他們都一千元床位 即不是很差的 不是最基本的 都OK 那你心中有一個印象 那間公司大概是多少錢 即是大家先摸索一些東西 那我就會這樣跟他們談 總之你記住 ABCD 有哪些欠的 你有後補也可以 不要緊 你有什麼資料 我拿到的 我就先拿著 你有什麼 例如claims 可能我們要拿回三年的claims 那到時候他慢慢的HR會有 他一定有 差了他給不給你 你問我 還有我經常說 最重要是要這樣開口 如果你問 這次大家難得見面做sharing 最重要是跟朋友開口 跟客人開口 喂 你公司一套 看醫療行不行 NBF 好不好 問多一句 可能他說 不要 我就是不喜歡 都沒有人理會我 NBF不知道怎樣 然後你就說 那不如我幫你看一下 其實你間時的戶口 有沒有組合過 有沒有組合過 那這些是一些話題 我經常說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做NBF和CS 為了什麼 同事 是不是personal單 對不對 因為personal單 可能是有大單很多 但是你問我 如果你做到一些叫做corporate的生意 他會覺得你很pro 他會覺得 你做公司的嗎 你做不做私人 有些朋友會這樣問你 你做不做私人 你說我當然做私人 但是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做很多公司 你要這樣說 令到他對你的戒心 我自己覺得 又降低了 我不是不做私人 我一定做 但是我現在主力 我都做很多公司的 那他就覺得你不是一來就銷售我 是不是 那我都感覺會來得好一點 當然你說熟你的客戶更加好 他一定一定會幫你的 說真的 他都想你做得好 所以你說 你可不可以refer HR 給我 或者我自己打電話給他 或者你跟他講一講 譬如 Angie或者 Keith 會聯絡你部門的HR 你幫我講一聲 可以不可以 或者你給他電郵我 我發一個 proper 的 formal email 給他 約他見面 就會這樣做 那 另外 譬如你說 MPF 那些 我都會幫客人整理MPF 通常他整理完 就會覺得自己很少錢 那大家是不是很開心 一聽到客人很少錢 即是他不夠錢退休 將來不夠錢 不要說他不退休 將來不夠錢用 那其實我就會跟他講 喂 全社現在BP 那些 即是我們有些same 我不會說是甚麼名字 就是幫你儲多一塊 賺錢賺賺的 你有沒有興趣 五萬零十萬元一年 即是我就直接這樣來 做一個 opening來 叫他 不如儲多一塊 即是做不做不要緊 但我是不是多了個位 跟他說 其實你的錢得這麼少 譬如現在只有四十萬 他說 如果工了這麼多年 才得我四十萬整個戶口 是不是我虧了 還是怎樣 那其實MPF 我沒有說一定賺錢 是吧 大家同事 即是你們自己的戶口 賺錢賺錢 即是在座 自己知道嗎 一般 我想未必是很好 那你說相對我們的客戶 都未必是很好 真的 所以 其實你更加有個位子 跟他談 又或者 你的親戚 我都可以幫他組合 你的朋友 我都可以 你說 你就不要跟他說 我會再跟他說其他 你不要說 你就說我可以幫他組合 那你說你不介意 你的朋友不介意 總之我跟他找回資料 他應該有多少個戶口 有些客人都不記得 不要說他有多少錢 正常我有多少個戶口 他都不記得 他轉過四份工 第二份工 是用哪間 强積金公司 他不記得 其實我們要幫他查一下 那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服務 另外 如果你說 你說公司的客人 有否轉為個人 客人 例如你說 我跟阿Keef 有些合作 我跟阿Hemmy有些合作 是有的 因為我們會做 幫助搜尋 之後我們會再說 多一點幫助搜尋 就是我們每個星期 或者每個月 都會上公司兩次 最少 去收據 因為他會看醫生有據 我們會特意上收 為甚麼要這樣做 要見面 跟員工 有甚麼要問 我們多一點 因為他都說 Angie這麼好 你每個星期都上來收 其實有東西 我寄給你 我說不行 寄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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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去就麻煩了 其實我們要上去 那些同事 其實有東西 他就開始問了 例如問什麼 女士 有苦科問題 他想看苦科醫生 但他不懂醫生 那他問誰 他沒理由問同事 不想同事知道他有這個病 他就進來 那間小房子就找我 問Angie 有沒有醫生介紹 我最近不准 和不舒服 我就會介紹 那個苦科醫生給他 那我就說 你找這個苦科醫生 你看完 如果是網絡那些 網絡那些 我未必很熟 但是非網絡 如果他可以 例如看一個專科 例如看五百六百 其實我們會幫到他 去安排 去約 之後 我會問 其實你自己的保險 在哪裏買 要不需要幫你 搞完索償 如果他要入院 是不是 但同事 他可能會說 不是啊 我都是AIA 或者是在宏里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宏里那份買多大 你記不記得 什麼都不記得 他說 警察沒有找你嗎 沒有啊 嗯 那我就說 叮噹 那我就說 那我幫你跟 他說可以的嗎 我說可以 總之 你 公司團體醫療 是我們負責AIA 是不是 那我幫你 claim你 manulife 那邊 或者哪間公司都可以 我總之幫你搞 他說 那好吧 不麻煩你了 不麻煩 那其實後來 那個客戶跟我朋友 熟了 其實我們開口叫他 譬如買到醫療 買壓力疾 那些 其實是容易很多的 因為那個Agent 說真的 我們見自己一些客戶 可能一年 見幾次 剛剛 但我每個星期 就每個星期見到他 我見他的次數 是比他自己的Agent 更多 那是不是他會覺得 我 即是他容易找到我 有什麼事 他隨時找到我 因為我一個星期都會上去 我都說你不要緊 有什麼 你喜歡可以直接打給我 或者Akipa 或者Henry 我們會加入Case 但是如果我說 不是 你見面才說 也可以 他會覺得很放心 我會走了 所以很多 例如他私人的事 例如 那個CEO的車保 你都沒有想過 那個秘書就打給我 Angie 你報不報車保 我說報 車保都關你的事 我說什麼都做 你找得我 我就什麼都跟你報到 總之跟保險有關 我都做得到 然後CEO身邊的車保 真的跌了我 車保當然不是說很大錢 但其實CEO有份單 Personal單 在我身上 其實是不是二話為 還是鬼佬 月薪 二十多萬一個月 是不是很多事情做到 還有他小朋友 剛剛生了BB 其實我覺得 所謂我們的敲門 就是先用了MPFCS 之後你慢慢再談 細節的事 例如私人單 我覺得容易一些 還有有些 譬如你說 新同事入行 覺得很尷尬 開口跟他說買東西 還要一開口 叫他儲錢 買保險 買醫療 怎麼說 好像很難啟齒 但我覺得 如果你用公司 公司來跟他說 其實他不會抗拒 因為是他的福利 你說如果你轉到AIA 其實我們的服務很好 對你公司好 對你好 然後他會覺得 對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幫到你聯絡 我們的人事部 還是Admin 還是各樣的事情 所以跟我今天 大概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 然後留給Keef 和Henry 繼續和大家分享 好嗎 謝謝 接著就到Henry 是